餐馆开始陆续更改修正 把中国的传统菜肴翻译成英文 这确实需要仔细的斟酌 有时候很多菜的翻译直接用单词生硬的套用 比如口水鸡被翻译成流着口水的鸡 四喜丸子被翻译成四个高性的肉团 麻婆豆腐被翻译成满脸雀斑的女人制作的豆腐等等 为了提高奥运会期间服务接待水平 北京市出版了中文菜单英文译法的参考书 这本书对中国常见的2000多个菜品 主食小吃甜点酒类的名称做了英文翻译 在很多饭店四春名菜夫妻废片 被翻译成丈夫和妻子的废歇片 那么在这份规范的翻译书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夫妻废片被翻译成 beef and ox trap in chili sauce 意思是泡在辣椒酱里的牛肉和黄牛肚 那么这种翻译方法 就可以把这道菜的原料和做法清晰地表达出来了 翻译的菜品主要是通过菜的主料烹饪方法 形状人名地名等进行分类翻译的 比如水煮鱼规范后翻译成热辣油里的鱼片 红烧狮子头翻译成用酱油汁做的猪肉球 对于特别具有中国餐饮特色的传统食品 比如饺子包子馒头驴打滚等 则使用汉语拼音命名 像我们这个中文菜单呢 我们对它的英文的译法也是经过反复的修改 为的目的就是能够让我们的外国客人 能够很好地理解我们的每一道中国菜品到底是什么 那么现在这个规范的译法出来了以后 不但就是能够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同时我想更重要的呢 就是能够把我们的中国饮食文化能够更好地推广出去 据了解这种依法会向北京的饭店做重点推荐使用 但是不会强制执行 机动车现场违法取证难 一直是困扰交警的一个问题 现在呢有了高科技产品 这个问题迎刃而解了 近日一种带有监控摄像头的新式录音笔 出现在了北京交警的尖头 它呢既可以录音还可以录像 成为了交警一双移动的眼睛 正在执勤的交警发现 一辆黑色马自达违法驶进了公交车道 随即把它拦下 刚才您走公交车道了 没有 从这口出来了 那已经就是公交线的尽头了 来 您看看这个 这是您刚才走的 我给您重新拖离一点 看这个 这是您刚才走公交车道的情况 这是不是您车来了 是吧 您那车一直走过来的呀 司机显然没了底气 痛快接受了处罚 让违章处理清晰透明的新式装备 就是这个带摄像头的录音笔 它能将拍摄下来的数据 传到民警手中的显示屏 探头360度旋转自如 录像时间长达7小时 完全能把一名交警 一天的执法过程全部录制下来 除了抓拍动态违章 监控违章停车也大大方便 这辆小轿车占据了飞机动车道 往来的飞机动车只能勉强通过 正当交警拍摄取证 贴上罚单时 司机出现了 与此同时 交警执法过程中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手势也能从这个摄像头中 反映出来 对交警文明执法 起到强有力的督促作用 目前这种新式录音录像笔 在呼加楼交通队率先开始使用 今后可能将在北京全市推广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方面对两岸周末包机航班 分配结果出炉 长荣和利荣 华航和华信 同把主力放在了桃园 台北松山和高雄小港机场 大陆航点则瞄准了上海 北京和广州 台湾民航部门 与岛内六家航空业者经过协商 初步形成决议 就是每周十八个架次 六家航空公司 一周平均飞三个架次 但考虑到远东航空公司 暂停岛外航线营运 因此远航不能直飞的部分 将由剩下五家航空公司 轮流执行 台湾华航十八号决定 将统筹运用华航华信的包机班次 第一周两家可直飞七班 四班飞往上海 两班由桃园飞往北京 一班由桃园飞往广州 长荣则是和丽荣联影 目前决定从桃园 台北松山和高雄小港 飞往上海北京和广州 至于班次的安排 长荣强调还是要做最后的评估 复兴航空则以松山为基地 飞往大陆的上海广州和厦门 在票价部分 当地的旅行社预估 两岸周末包机的票价 以台北往返厦门广州的最为便宜 可能下探到1750元人民币 但因为想到台湾观光的 大陆游客比较多 从上海北京往返台北的票价 恐怕最便宜也要3000元人民币 备受粤港澳三地关注的 港珠澳大桥 今年可能会有重大突破 据了解包括投融资方案 环平在内的25个工程可行性项目 已经全部完成 并汇编成了港珠澳大桥 工程可行性总报告 有消息称这份报告有望 在今年8月份获得批准 目前港珠澳大桥工程的 可行性总报告正在进行初审中 此外粤港两地政府官员 也就港珠澳大桥融资问题 及加快大桥项目进程等事宜 进行了商讨 据悉双方将在完成工程可行性报告后 一同寻找合适投资者 力争使项目尽快上马 港珠澳大桥整体投资将超过600亿元 大桥主体投资约380亿元 由于对珠江西岸经济带动性强 为有效推进该项目 港珠澳大桥已被列入广东 今年的重点预备项目 如果一切进展顺利 港珠澳大桥有望在2014年完工 经济对话18号 在美国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闭幕 双方签署了中美能源环境 十年合作框架 并同意正式启动 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 中国江南华南等地的降雨减弱 广东天文大潮来袭 珠江将出现最高潮位 四川灾区淮河流域再降中道大雨 北京奥运圣火今天上午在新疆石和子传递 美国国务卿赖斯18号表示 对中国在六方会谈中所起的作用 表示肯定 并称朝鲜不久将申报其全部核计划 你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 大家好 以下是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第五届亚欧议会伙伴会议 今天上午在北京开幕 会议的主题是加强亚欧合作 促进共同发展 来看报道 本次亚欧议会伙伴会议 吸引了31个成员国 150多名代表议会 创始于1996年 法国的亚欧议会伙伴会议 已经成为世界两大洲议会机构 在政治经贸文化多领域 求同存异的对话平台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 在开幕主旨演讲中说 亚欧之间的关联性和依存度 以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紧密 不同国情的成员国应加强对话 本次会议主要就推动 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 促进亚欧贸易和投资 以及不同文明的对话 展开讨论 大会最终将通过宣言 并提交给今年10月 在北京举行的亚欧首脑会议 这是10年来 亚欧议会伙伴会议 第三次选择亚洲 第一次选择在中国举行 中国全国人大表示 愿意共同促进这一会议的健康发展 并愿意促进亚欧互利合作而努力 周安台记者张欧郭敏发自北京的报道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 国防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日 18号在平壤会见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家副主席习近平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 国防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日 18号在平壤 会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家副主席习近平 习近平首先向金正日 转达了胡锦涛总书记的 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对朝鲜建国60周年 表示热烈祝贺 并祝愿朝鲜人民 在国家建设的各项事业中 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金正日请习近平转达 他对胡锦涛总书记的 亲切问候 金正日说 习近平副主席访问朝鲜 体现了中方重视发展 朝中传统友好关系 我们对你的到访 表示热烈欢迎 金正日再次就中国四川 汶川大地震向中方置以慰问 金正日说 中国党 政府 军队和人民 抗战救灾的英勇事迹 充分显示出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优越性 相信在中国党和政府的 坚强领导下 中国人民一定能够 克服地震灾害的影响 取得灾后重建的胜利 我祝愿北京奥运会 取得圆满成功 习近平说 中国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 朝鲜党 政府和人民 通过各种方式 向中方表示慰问 并提供支持和援助 北京奥运会 火炬在平壤这一站的传递 也非常圆满成功 这些都充分体现了 朝鲜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益 我们对此再次表示 衷心感谢 目前我国地震灾区灾后重建 正在积极进行 我们有信心有能力 夺取抗战救灾和经济社会发展 双胜利 同样有信心有能力 办一届有特色高水平 北京奥运会 习近平表示 不断巩固和发展 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 是中国党和政府 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 我们愿同朝方一道 继续本着继承传统 面向未来 牧林友好 加强合作的精神 保持高层交往 深化经贸合作 搞好明年中朝友好年活动 加强就双方共同关心的 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协调 使中朝关系在新形之下 焕发出更大生机和活力 金正日说 朝中友谊是两国老一辈革命家 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弥足珍贵 始终不渝的致力于发展 朝中传统友谊 是朝方坚定不移的立场 明年是两国建交60周年 双方将举办朝中友好年活动 朝方愿以此为契机 与中方一道进一步推动 朝中友好合作关系向前发展 在谈到朝鲜半岛核问题时 习近平说 目前六方会谈面临克服暂时困难 再次向前迈进的机遇 希望各方继续相向而进 共同致力于早日全面均衡 落实第二阶段行动 推动六方会谈进程步入新阶段 中方将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愿同朝方加强沟通和合作 金正日阐述了朝方有关立场 金正日说 六方会谈虽有曲折 但达成了许多重要协议和共识 中方作为主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希望朝中双方今后继续进行良好的合作 当天习近平还看望了中国驻朝鲜使馆工作人员 中资机构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 习近平介绍了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形势 抗震救灾和北京奥运会筹备进展情况 强调在党的十七大精神指引下 我们完全能够克服各种困难和挑战 夺取各项事业的新胜利 习近平勉励大家新系祖国为促进中朝关系发展 做出新贡献 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 18号在美国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闭幕 在闭幕市上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特别代表 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和美国总统布什 特别代表财政部长保尔森 共同签署了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 并同意正式启动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 王岐山和保尔森共同主持了 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闭幕式 并总结对话成果 王岐山之处这次对话最投出的成果 是中美在能源和环境领域扩大合作 两国亲属的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文件 对中美未来经济合作具有重大影响 也将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显示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重要意义和战略影响 我坚信在中美两国的共同努力下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影响和作用会越来越大 中美经贸合作的前景将更加广阔 王岐山表示 中美双方在对话过程中均强调坚持自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原则 致力于改善投资环境 同意正式启动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 双方深入探讨了中美经济发展面移的重大问题 同意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和公共投资的沟通与协调 共同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双方同意建设创新型社会是中美各自国家利益的体现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建设创新型社会的根本前提 从战略高度探讨知识产权问题 并对中美商贸联委会形成指导意见是非常有意义的 鲍尔森说 这次对话很成功 成果显著 双方为此做出了重要努力 美中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文件的达成 是双方在该领域合作的重要一步 为今后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双方启动投资保护协定谈判 也是双方合作有勇气的一步 意义重大 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为期两天 双方围绕着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主题 和宏观经济公共投资 能源和环境问题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美国总统布什18号在白宫会见了 前来出席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